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9亿 为何还要继续城镇化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27日 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5% 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9亿人 按照国外发达国家普遍完成城镇化率的规模来推算 预计城镇化率需要达到75%到80% 才能基本完成城镇化的进城 按照我国14亿人口来估算 未来将会有1.4亿到2.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 我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是 投资、消费和出口 要想推动这三架马车继续前进 最重要的就是进城的人口数量 投资主要指的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而要实现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 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农村进城群体 消费和出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人不管到哪里都离不开吃喝拉撒 而这一切都对应着各种消费需求 出口方面更主要的是从人工成本考虑 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说白了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现在城镇人口普遍不愿意进场工作 所以只能将受教育较少的农村人往城市里赶 这样才能继续维持所谓的人口红利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